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美国非常不开心 中国也非常不开心 那么其实在8月2号呢 中国已经是对俄罗斯的这个大豆啊 或者是一系列农产品啊 进行了大量进口 但是呢 相反美国方面的农产品啊 却并没有大量出口到中国 因为呢 本身美国的商品存在一定的市场劣势 怎么讲呢 你虽然签合约了啊 跟美国说我要进口 但是呢 人家卖的太贵了 那你也不可能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啊 对吧 你在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里面选 同样是 同样的产品 那么俄罗斯的价格更低 所以说呢 本身呢 谈判是充满这个矛盾和坎坷的 因为本身呢 随便几顿大豆 那么价格不多 但是呢 如果是中国大量进口的话 这个呢 差价就会显得非常大 所以说呢 中国方面做的也并不可能说是错误 只是国情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一个情况 那么美国呢 是希望中国继续进口 这个美国大量的产品 但是呢 也存在客观的这个条件 不满足这个市场的一些经济行为 所以说呢 中美现在双方 矛盾是越来越烈 越演越烈 但是美国目前是稍微开始 逐渐处于劣势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2020年将会面临大选 特朗普目前呢 是民主政治 但是民主政治并不是精英政治 所以说民主政治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大量 大部分群体支持的一个个人 或者是政党 那么就有可能会被选为总统 这种时候呢 民众的情绪就非常重要 但是民众的情绪是有可能随时发生转变的 比方说投票 大选投票的前一天 本来想投特朗普 结果呢 当天下雨了 心情不好 可能就投了这个弃权票 或者是投了反对票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主要还是政治问题 国内的矛盾能不能完全转向为 对中国的贸易战 使特朗普的支持率再度上升 但是目前呢 我们很难去评判 这一系列的后果 因为中方目前已经找到了美国的软肋 就是政治问题 一旦美国方面对这个特朗普的支持率 持续下降 那么之后的一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面前呢 它的地位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尤其是人民币贬值呢 本来关税呢 加10% 贬值5% 相对来讲 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一个成本又大幅降低了 所以说呢 目前中国方面 能够应对中美贸易战的策略和解决措施 还是比较多的 更加灵活 那么之后呢 澳币我们也看到了 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呢 澳币是大幅下跌 那么澳洲股市呢 也会受到连累 像一些科技股 贸易类的股票 我们都是一定要减仓 减仓或者甚至可以做空 在上周四呢 我们也不停地说到 包括我们的要两条腿走路 既有避险资产 那么黄金资产始终是要持有 除此之外 日元 比特币这些呢 都是不错的避险资产 我们这里就不再继续多说了 那么之后呢 澳洲继续下跌 还是这个澳元下跌 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 就是贸易战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降息 那么今天澳联储继续利率决议 有可能继续谈到降息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要持续关注 那么如果大家最近觉得股市变化比较大 基本上变化很反复 记得一定要多和我们电话沟通 那么我们电话呢 是8658 0603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